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福者的来电就一直响个不停 人们纷纷发来贺电 在人类历史上仅有两枚核弹在战争中被使用 而这个基层运动代表了在两次核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人 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的代表何天雅子说 前几年他曾认为该组织有机会获奖 但最终未能如愿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惊喜 梦想成真了 我本来有点感冒 于是我去看了医生 开了一些药 在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 说我们获诺贝尔奖了 我不敢相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想这是真的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对广岛和长崎进行了原子弹轰炸 战后 人们把这些幸存者称为受原子弹影响的人 1945年8月6日 美国向广岛投射了原子弹 约有14万人丧生 三天后 美国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核爆炸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在事发后的79年里 幸存者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争取无核世界的斗争 许多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已经去世 而那些仍然健在的幸存者 在数十年的宣传活动中 也遇到了健康问题并蒙受污名 在要求政府支持解决健康问题的呼声中 幸存者于1956年成立了 日本原子弹轻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 何田女士说 提高人们对当今核风险的警惕 是他毕生的事业 在他看来 人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一直在努力讲述 如果第三次使用原子弹将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 因此我们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停止这种风险 首先我们必须说服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日本政府商谈 让他们加入进核条约 目前世界在核裁军问题上正在倒退 俄罗斯的入侵给人类带来了难以言表的痛苦 并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 与其说我感到愤怒 不如说我感到悲哀 我担心人类将陷入多么深的黑暗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传达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愿景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弗莱德内斯 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 日本原子弹轻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的工作 影响深远 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核威胁 日益加剧的今天 他们所传达的信息仍能引起共鸣 弗莱德内斯说 这也有力地体现了诺贝尔奖创始人诺贝尔 在遗嘱中留下的要求 也就是和平奖应授予那些 在上一年中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 慢慢地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规范 那就是将使用核武器 视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 这一准则被称为核禁忌 在这一大背景下 广岛和长期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证词 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历史见证者通过个人故事 开展教育和运动 在全世界引发并巩固 对核武器的广泛反对 在宣布今年的获奖者之前 候选人还包括国际法院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西南威尔士大学的斯维特克博士 曾对诺贝尔和平奖进行过学术研究 他说今年的获奖者出乎意料 但广受好评 我认为这个选择也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突出了公民社会 换句话说就是基层的个人和团体 在国际和平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因此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协会 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传播 核武器危险性的信息 这种信息向政府以外的个人和团体渗透 最终会在世界和平的进程中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权 向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协会表示祝贺 他说幸存者的勇气和主张 令他感到鼓舞 他说核财军仍然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 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协会的工作重点 不是回顾过去 而是确保我们不会制造新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 他们的口号是长期必须是地球上最后一个遭受这种不人道武器的地方 此外他们实际上还关注和平与和解 因此本着他们的精神 我认为我们需要真正关注如何确保他们的愿望能够真正实现 从我作为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的角度来看 这也关系到人类的安全 我仍然希望没有人没有国家会蓄意使用核武器 但目前误判误解导致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风险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因此如果我们想消除与核武器相关的风险 真正消除风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核武器本身 这时机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于1974年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0年后 日本人在诺贝尔和平奖123年的历史上第二次获得该奖项 诺贝尔和平奖价值1100万 瑞士·克朗约合157万澳元 正式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 想在SBS当运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